有些 Outlook 设定我就不做 因为你光要设定这些东西 应该大家都会设定 只是说很繁琐 那包含哪一些 Outlook 应该大家都有用 OK 不然现在很少在用 Outlook 那你只要设定好 Outlook 里面的 POP 内送跟外界 SMTP 这些账号可能每一家公司 或者每一个 server 都不太一样 所以你可能要注意一下 再来的话内送外界的部分 然后就把它稍微设定好 也就是说你先把 Outlook 设定好 这个是第一步 至于里面该怎么设定 我想你们查应该查得到 再来的话你只要把底下这一段程式 加到 VBA 里面去 基本上就可以帮你自动寄信 里面有哪些重点 我大概跟各位讲一下 我把这个字再稍微放大一下 十四号字 OK 那这边的话请各位增加一个 sub sub 里面的话第一行是 set 各位有没有发现 之前我们用 IE 有没有 等于 create object 后面加什么 internet explorer 有没有 就是 . application 那现在的话就是什么 create object就是等于 Outlook . application 不过前提是你电脑一定要有安装 Outlook 如果你电脑也没装的话 很抱歉这一行就挂掉了 因为它找不到 一样道理 如果你以后要引用 Word 有没有 你有一个 Word application 它也可以引用进来 然后就引用完之后帮你放到记忆体里面 成为一个记忆体的一个物件名称 叫做 Out App 这个名称自己取没关系 你也可以叫 O 叫 A 都可以 OK 好 利用它里面有属性跟方法 你会借由它放在记忆体里面的物件 帮你做很多事情 帮我哪些事情呢 当然我们第一个 开启 Outlook 在背后 如果不是背后 你打开 Outlook 新增邮件 新增邮件之后一定要放哪些 一定要什么 你的收件者 然后要 CC 给谁 然后要阻止 subject 然后哪里面的 body 要给什么 所以其实我们待会做的事情就一样 然后如果有 attachment 就是你有附加档 你就看到 attachment的位置在哪里就可以了 所以这里的话 我们第二个就 set 一个什么 因为我将来我要先开一个新的 mail 所以下一行就是什么 这个是服务家 Outlook 这个是开一个新的什么 新的 mail set 这个 mail 这个也是个物件 它用哪一个 用 Outlook 物件 帮我去 create 这个 item item 的编号是 0 特别是说它是从 0 开始 也就是这一行意思说 帮我新增一个新邮件 有点像你按一下新邮件 然后产生一个什么 产生一个新的邮件 有没有 那这边是一个物件 Outermail 那 Outermail 的话呢 这个物件里面 当然我要给什么 给 To To 的话 就是我的email信箱的位置 那因为我的email信箱 假如说我们将来是放在哪里呢 放在 假如这边好了 B栏 比如说将来B栏里面有 我这边追栏 追栏的部分 如果说我们这个地方 假如说你们要一个email信箱 我记得好像是不是在 你们自己找一下 我看我没有call那个 在这里 email 信箱 如果你要的话 有把email这一栏 把它复制放在哪里呢 放在追栏的地方 OK 这边假设复制一下 不过这个都是虚拟出来的mail 你不要真的拿去记 把它贴上 这边有没有 Email信箱 那他会抓这个mail信箱 所以呢 我们程式里面就是 去抓这个mail信箱 就这个 假班的工作表里面的追二开始 OK 那当然以后 如果你要每一个每个记的话 你记得就是 这个二就把它写一个回圈 或者用Range 用Sales 有没有 追 第I列的追栏 然后呢 就给他这个 然后CC 看你要不要 就是附件给谁 BCC BCC这杯追哦 就是要怎么 BCC应该是叫什么 密件附本嘛 其实程式 我是把我的mail放在这里 之前就有同学 就直接复制贴上 然后他就mail 我还习惯什么 我同学一直 都一直寄信给我 因为他BCC给我 所以我就回去 比如同学有认真练习 真的就BCC给我 如果你没有删掉这一行的话 那真的就会寄信给我 OK 然后这边会subject 这是一封来自VBA的信件 然后body body就是它的内文 但你自己改一下 attachment 就是那个路径 就是你要给的那个档案的位置在哪里 如果没有你就不要加没关系 OK 然后最后的话会有一个display display就是要不要把outlook秀出来 如果不要 那你就不要加这样 最后关键就是send send的话在哪 寄出去了 OK 这个只有寄一个人的哦 所以以后如果你跑个回圈 就可以大量的 假设13个班的13个导师 他们就可以很快的 每一个人就会收到他应该收到 但是跟各位讲一下哦 有一个问题要注意哦 什么问题 之前就有同学很认真 他回去就做 但是他每天都要寄一堆信件 但是他有一个问题说 他最后他的信他的账号被server给挡住了 就是被列为黑名单 为什么呢 因为他寄信计太快了 他想因为有些server 他会侦测说 你是不是就是大量在寄信 会把你列为就是广告信 就是你在寄一堆广告信件之类的 所以哦 如果说将来哦 你们如果用这个程式的话 里面有回圈 我是建议哦 可以再加一行叙述 就是让他停一下 停个五秒 十秒 二十秒 反正停个几秒钟就对了 然后再寄下一封信 也就是你那个寄信的动作 可以拖久一点没有关系 但是就是不要一直连续 在突然间不到一秒钟 全部都寄完了 那这样不是很合理的 所以他会有时候会侦测说 你有可能是不是病毒 或者怎么样 所以也许你可以在这个程式里面 回圈里面写一个application.wait 之前我们有讲过嘛 在那个IE物件里面 wait 然后你就now加上那个什么 Time value Time value 刮我看你是几秒 那一行程式应该知道位置 你就把那一行程式贴过去 这样就OK了 因为之前就有同学问我说 老师为什么我记性是成功的 但是为什么我一直被列为黑名单 然后每次我都要打电话 就跟MIS 跟他讲说 我不是重病毒之类的 我跟他讲说 没关系 你就是加一个位置 他加了之后再也没有问题了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当然就举一反三 有些细节可能遇到的 我就直接讲 那没有遇到 那还有一个问题 可能要注意一下 就是你outlook里面 要设定一个信任中心 不然他会一直跳 跳说 你为什么一直在记性 而且记性好像太快了 那这边的话你要什么 是不是要警告 不然他会一直跳 因为我是背后记 所以他一直会从 那个底下跳出来说 是不是记性 那你要暗示 是不是记性 每一封都要是否 如果你不要警告的话 不要 这个可能要设定一下 位置可能在outlook的上面这边 找一下信任中心 不要警告我有可疑的活动 这样OK 不然的话他们一直又跳 当然如果你是每天都要记一堆信的 我是觉得这个是还蛮好用的 不然的话你每天 都要为了记信这件事情 还要在那边手动做一堆事情 OK 所以这边提供给各位参考 怎么去做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用outlook 去做email